我的人生即將要走上一個旅程 是可能有點辛苦的 因為我現在是乳癌第二到三期 然後因為我有轉移到08 朱欣宜36歲生日暴離婚乳癌 加親吻暖心喊話我們都在 哈囉大家好我是欣宜 朱欣宜開設個人YouTube頻道 首支影片發布就給大家震撼蛋 為什麼會想要錄這個影片 因為今天是負面期限 祝大家婦女的快樂 然後也因為今天是我生日 所以我覺得選在這一天 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其實是對我而言是有一個特殊意義的 我的人生即將要走上一個旅程 是可能有點辛苦的 因為我現在是乳癌第二到三期 然後因為我有轉移到08 所以呢我需要積極的做 全身性的治療 她在去年11月時照鏡次發現自己胸部左右大小不一 趕快就叫我老婆來幫忙看一下 她也覺得好像真的左右邊有一點不一樣大 像捕慰過母乳的媽媽基本上都會有一點鬆鬆的 不會那麼的豐滿跟圓弧的狀態 但是呢我發現我的右邊下圓的地方突然變圓弧了起來 自己就覺得怎麼會我胸部又開始再發育了呢 然後我就發現好像有一個 一顆東西的感覺 這時候我就有點緊張 她就跟我講說 欸有益狀要趕快去檢查 她到醫院昨兒唱一波乳房攝影外加切片檢查 我12月9號回診的時候 醫生告訴我說 嗯的確是不好的細胞欸 當下我先生在聽到的時候 她是整個當機的狀態 我自己是OK 那我現在是幾期 她就說你大概就是二到三期 我覺得我自己知道的時候還蠻冷靜的 我也做了很多心理建設 會告訴我自己說 那我可能最慘最慘就是那樣 對我們而言 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在這種重大疾病的面前 我覺得乳癌患者或任何的癌症患者 都非常非常需要家人 心理跟實際行動的支持 所以我非常的謝謝我先生 我開始察覺到有任何異狀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怕我就是不跟他講報告內容 所以堅持一定要陪著我去 可是我覺得這個行為讓我覺得 很感動也很受疼愛 因為我在診間看到很多女生 或者是很多的跟我一樣的病友 他們都是一個人 很孤單的 我覺得我先生他 在這方面還蠻支持的 他每一次都會陪著我去 竹心儀的大姑也就是賈靜雯 在臉書為弟媳加油打氣 竹心儀也提醒女性朋友 若出現發射不停或感冒喉嚨痛 甚至是 例如說我現在身上有一個小傷口 一般的傷口可能就是 一個禮拜之後可能會慢慢癒合 可是我這種這麼小的傷口 我可以拖到快一個月 然後還有右邊的乳頭 會覺得有一點點癢 但是左邊都沒有任何的事情 這些都是不太正常的情況 他不忘呼籲女性朋友 一定要定期做乳房檢查 若萬一不幸生病了 就勇敢面對 心情我覺得 要維持正面 真的會有一點辛苦 可是我的想法是 我今天真的生病了 我就去治療 去面對 去處理它 雖然這條路真的有一點辛苦 跟崎嶇 我也相信我自己可以面對